我望眼欲穿 看我看不到的你 微笑在美在天 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眼泪在哭在陷 有你安慰 有时晴天 靠得在紧在天 来自威视的创始人们 大家好 我是王玉景 我有很多必杀戟 你想了解我哪一方面呢 看到了吗 腾讯威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创造营2020的 初题观王玉景 记歌词大挑战 你们答对吗 我没有说谎 祝你做个幸福的新娘 撒娇 这辈子都不可能 那你还是给我 撒娇 这辈子都不可能 开始 唱歌能为我带来快乐 而我愿意把我的快乐 传递给你们 我只剩做你的太阳 你的太阳 他带你来 骗我说 我渴望的有可能 有失望 I don't care what they're going to say let the storm ring 转 the cold never bother me anyway cool 看 我们再保一条吧 哈喽创始人们你们好 我是创造营2020学员 王玉景 还记得上一次我立下的flag吗 感谢你们的撑腰 让我能顺利的进入下一个赛段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完成它吧 我的flag是一段rap 由于我真的想不出来 有什么rap 所以我决定要唱固执的蛮牛 请大家多多包涵 不转高强绝不回头 固执的蛮牛 就让世界崩塌腐朽 只剩瓦里 别顾虑前后左右的阻碍 管它什么进退 相比麻醉 孤独更昂贵 对我敬畏 这嘈杂非议早怪功亏 步履千斤 唇枪舌借 没时间理会 担心泯然众人菜 水你定情的浪费 真实虚假 全都无所谓 谢谢 哈喽大家好 我是王玉琴小朋友 今天呢 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冷笑话 从前呢 有一对玉米 他们很相爱很相爱 他们就决定要结婚 有一天突然新娘玉米 找不到新娘玉米呢 新娘玉米就对着身边的 爆米花说 你看到我老婆了吗 新娘玉米害羞地说 哎呀讨厌人家探头了呢 哈喽大家好 我是创造营2020学员王玉琴 你希望看我表演模仿秀 唱英文歌 还是分享瘦身秘籍呢 在视频下方留下你的新月清单 下一次独家视频 我会为你专属定制哦 哈喽大家好 我是王玉琴 今天我来挑战DIY专属我的T恤 一锦喜欢什么样的发型呢 嗯喜欢蓬松的发型 最想念营外什么食物呀 想念我的冰淇淋蛋糕火锅烤肉 在营里胖了还是瘦了 我瘦了 我瘦了六千 喜欢去游乐园吗 哇我是游乐场杀手 就是玩遍游乐场所有项目 一锦会尝试酷酷的风格吗 很想尝试酷酷的风格 有机会一定会尝试的 最喜欢的风格是 我最喜欢尝试这种不一样的风格 大家喜欢我的DIY作品吗 哈喽大家好 我是创造营2020学员王一锦 这是我独家为你定制的 瘦身秘籍大公开视频 那就是往腿上刷音音 瘦身秘籍 那就是管住嘴 脉开腿 你学到了吗 下次要记得给我讲个作业哦 要继续来腾讯威士为我撑腰 马上就要到父亲节了 其实我们在营里已经 很久都没有见到爸爸妈妈了 其实我也很想我的爸爸 然后我想跟他说一声 我很想你 然后也想祝他父亲节快乐 然后也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父亲节快乐 祝你们永远都身体健康 永远那么帅气 哈喽大家好 我是创造营2020学员王一锦 祝大家端午节安康 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来进行 粽子直播 哇真的是甜粽哎 嗯这个粽子呢 它不是单一的糯米 哎然后它口感很软糯 不只有单一个一个颜色 然后吃起来 嗯很有嚼劲 里面有东西很有嚼劲 哎你猜出来了吗 你猜对了啊 就是八宝口味的粽子 快来腾讯威视为我撑腰吧 嗯不对哦 你再猜猜看 记得来腾讯威视为我撑腰 嗯其实一直都没有一个机会能跟你们说一声谢谢 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陪伴 嗯我非常珍惜每一次灯台的机会 也很珍惜你们每一次珍贵的撑腰 嗯希望我们可以一直一直互相陪伴 一直走下去 然后我一定不会辜负你们的 然后我一定不会辜负你们的 让我们一直走下去吧 各位女团创始人你们好 我是创造营2020学员王毅景 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你们能为我撑腰 是你们给了我信心给了我勇气 也让我有了决心继续站在这里 现在我们就做一个约定吧 我会更加努力在下一个站点以更好的样子与你们相见 如果我真的能在下一个站点与你们相见的话 我就想再给你们展示一个不一样的我 你们想看我唱rap吗 如果想看的话请继续为我撑腰吧 哈喽大家好我是创造营2020学员王毅景 创造营真心话问答现在开始 最幸福的一个瞬间 最幸福的一个瞬间 好肤浅啊我最幸福的一个瞬间是第一次吃到火锅 哇太幸福了 赵岳刘仙宁陈倩南 就除了自己公司的我就不说了 就是本来就很好的 然后珍妮要要进欧太多太多了 上一次哭是社会发布的时候 大家一起陪倩南去看就是他的盒子 然后打开里面的信 大家一起在读写给他的信的时候 包里的虫子也太多了吧 我天我太想吐槽了 我跟你说我能吐槽一夜这虫子啊我天 虽然我不怕虫子 我可以徒手抓蟑螂的那种人 但是我的天啊太多小精灵了吧 我的天满满的都是虫子 就全都是虫子的那个小翅膀 减肥要趁早 我还没有想好 就跟大家一起度过 反正只要跟大家在一起做什么都好 我特别想把 就是那个群才南上做那面墙的 千言万语想说的还是谢谢嘛 一直以来见证我很多的成长 然后还给给予了我很多的力量 成团之夜 我们一起见证 我们最后的虫子 然后一起加油 创造营2020成团之夜 冲药 大家好 我是创造营2020学员王艺景 马上就要高考了 我想对即将要高考的学子们说 粪笔集书只为了以前的汗水 三年寒窗只为了最后的虫子 加油 哈喽大家好 我是创造营2020学员王艺景 请选择三件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就来这边真的收获了很多创始人的 撑腰和喜爱 就是给了我很多的力量 很多的鼓励 就他们对我来说好像 就像我的朋友那种感觉 每次直播什么 他们就会像朋友一样督促我 少吃点 要减肥 什么什么那种 然后我表面上会说 这都是什么粉丝 但是我其实心里面就很开心 成功不成功我不知道 反正大家都说我瘦了很多 然后今天那个张艺凡说 瞎呢一级你都受脱象了 就是不信的话可以去采访他一下 可能我是一个比较容易引人发笑的一个人 比较气氛宝贝 但是没有想到就变成了邪心 老铁们 双击如六 感谢一直支持我的大家 最后的舞台我来了 大家要记得来腾讯威视为我撑腰打气 敢我有万丈光芒 哈喽大家好 我是创造营2020学员王一锦 马上我们就要从创造营2020毕业了 这是我的创始人为我准备的毕业证书 让我们来打开看一下吧 王一锦感谢你在节目中的努力和汗水 感谢你在初选表演的神奇中 让我们知道了什么叫悠扬千奇绝嗓音 感谢你在世界不会轻易崩塌中 给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坚定力量眼神沙 感谢你在离群中给我们展示了什么叫绝妙超群感染力 感谢你给我们的每一个舞台 祝毕业快乐 谢谢创始人们为我准备的毕业证书 其实看到这些也帮我回忆起来每一次的公演舞台 其实我觉得很幸运的是我每一次公演舞台都是尽全力并且没有留遗憾 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这样是我觉得很幸运的一件事情 而且有我的创始人们给我撑腰 然后我也非常幸运有你们 要记得来腾讯卫视一直关注我哦